大五轮沙滩的海水变红了 有网友在脸书社团基隆人贴出这个景象 引起一番好奇与讨论 市长谢国良也与产发处人员到现场勘查了解 后来证实是由海大研究生进行海洋防灾研究 将使用红色6号添加剂倒入海中 研究离岸流的现象 但却未事先向市府产发处提出申请报备 那我们了解到是由海洋的研究计划来进行 这个计划并没有跟市府跟产发处进行申请 所以我们也在劝导这些海大的研究计划的研究生们 就是对于海洋有深入的研究是很好 可是我想未来还是要依法申请 它是一个使用6号的一种红色的色素 那他们主要是要追踪这个色素倒到海里面以后 随着海让他们的海流流到什么方向 但我们的了解情况是这样 可是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跟政府进行申请 那没有跟政府进行申请这样不好 所以我们也在劝导他们 市长谢国良当场也指示产发处 做好程序管理与宣导 若再有人不事先申请将依法开罚 记者陈淑平 基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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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